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过于客人在我这里定制的第一件真正的five jewelry 其中的主食是我跟我的先生 当然就是我的助手了 我们俩一起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匹配的一对彩色宝石 这件作品的名称叫做《非微小鹿》 是一件喇叭花的胸针 客人定制的这件珠宝奠定了我 做私人定制设计中最重要的信心 我的作品想表达的是真实的个人状态 比如我有一套天使与恶魔这套作品 在这个系列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两面 自我约束的温柔善良的一面更贴近于天使 自我释放的任性的顽皮的一面更像是恶魔 在这套作品中 我类似于有点强迫观者去看到这个佩戴者的真实的个人状态 平衡工艺与设计概念我倒有很多反思 以前我只专注于设计概念上 现在我更多的会放在细节上 细节的处理和工艺本身就是息息相关的 而工艺就透露着诗性美学 我的思路源自于我的短处痛处还有挫折 这些恰巧是我的品牌均欲珠宝的原动力 我的作品《无感》 是可以唤醒人们体会生活中痛与爱的感受 因为生活本就如此 在未来我将放慢我的设计脚步 回顾一下多年来我大量的设计作品 审视一下我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以及多年来我最擅长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我相信自省之后我会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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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